我們今天要繼續講的是 國父孫義仙的故事 話說1895年 孫義仙的廣州起義失敗 包含童年時一起砸佛像的 革命好基友陸昊東在內 一票革命黨員被處死 孫義仙雖然沒事 但被朝廷通緝 新中會 也就是國民黨的成生 被朝廷認定為是反政府的恐怖組織 孫義仙為大魔頭 之後就是16年的跑路生活 他先逃到香港 但恐怖份子嘛 隨即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先後來到橫濱夏威夷舊金山 接著橫越美國來到紐約 跑遍了大半個地球 最後他說要喜日恩斯康德里的邀請 前往倫敦泡茶聊天 1896年9月30日 孫義仙提打倫敦 這時他仍是朝廷的侵犯 蜻蜓駐英大使 公召員為了升官發財 在英籍參戰瑪格麗的幫助下 千方百祭底想要逮捕他 但不久英國外交部回覆說 英國不同意蜻蜓以任何刑事引渡孫義仙 蜻蜓於是非常苦惱 要怎麼把這恐怖分子繩之以法 9月30日到10月10日之間 孫義仙四處觀光與拜訪了恩斯康德里的寓所 康德里特別提醒他 蜻蜓大使館就在附近 千萬要小心 但就在10月11日 孫義仙就這樣失蹤了 原來他被蜻蜓大使館綁架了 而孫義仙為什麼會被關押進去 目前人是個謎 至今議論紛紛 但主要有幾個說法 根據孫義仙日後的供詞 而經過大使館前被兩名大漢強行壓制 拉了進去 不過 蜻蜓外交官的說法是 孫義仙是自己來送頭的 他先後兩次前來諮詢一些資訊 第二次被認出才被拘捕 最後最扯的還有第三種說法 日後孫義仙的好友說 出於挑釁和滿腔的革命熱血 孫義仙是自己走進使館的 並大談革命理念 想當然的就被抓了 如果是真的 那真的是中二爆棚 覺醒千年的代表啊 每種說法都有支持者 也有其矛盾之處 總之孫義仙在10月11日就被失蹤了 被軟禁的孫義仙雖然待遇還不錯 天天吃好料的 生火起居還有專屬仆人照顧 但畢竟是朝廷認定的恐怖份子 侵蝕管花大約2800萬台幣 駐了一艘船 準備把孫義仙秘密運回中國 講到隨時萬段 孫義仙自然知道回到中國後的下場 於是千方百計的想要逃出去 首先就不惜與康老師取得聯繫 於是他寫了張紙條想往窗外丟 站在上窗卻對著使館內的 沒辦法他只好另外想辦法 被囚禁的第二天早上 英國籍的仆人科爾進入房間 給孫義仙加炭火 孫義仙趁機塞來紙條給他 希望他能把紙條送出使館 通知康老師 但科爾不但沒有幫他 還偷偷跟使館告密出賣了孫義仙 不過經過一個禮拜努力 孫義仙終於打動了科爾 幫他聯絡康老師 根據咱們課本官方的說法是 科爾被國父偉大的情操打動 孫博士是為了拯救蒼生 為了中國4萬萬人口啊 但實際上根據科爾日後的證詞 是因為孫義仙答應給科爾20英鎊 相當於現在的8萬台幣 對科爾好幾個月的薪水 這可能才是關鍵 且孫義仙還說如果他成功被釋放 還要給科爾1000英鎊當酬勞 相當於400萬台幣 這又是典型的孫大炮風格 為了這件事情 孫義仙在獲釋後 四處打工演講募款 就是為了酬錯這筆酬勞 這點都是蠻講信用的 當然課本上還是為幾百課 是不會寫字斷的 為了錢才救我們國父 這能看嗎? 當然是被他高貴的人格打動啊 康老師先是說到英國女管家的信 得知孫義仙被囚禁 不久又收到科爾松的求救信 他與好友兼同事夢生 立即採取行動 但警察說這牽扯到外國使館 他們無權干涉 於是轉往外交部求救 但禮拜天政府部門不上班 他又跑去跟泰晤士報爆料 希望造成輿論壓力在政府還在放假時 康老師只好派人緊盯使館 以防孫義仙被運走 在多方奔走下 英國政府動了起來 甚至找了科爾文化 確認孫義仙真的被綁架 又派人20小時監視使館 清查說往來於英國、中國的船隻 做了所有預防措施後 便開始採取進攻行動 外交部發照會給清使館 內容簡短而尖銳 大愛是說 我知道你們綁架了孫義仙 這違反了英國法律 不放人的話 我會把你們都驅逐出境喔 接著環球報搶先在泰晤士報前揭發了此事 孫義仙被綁架的事情造成轟動 正在包圍使館的除了警察外 還有大批記者與看熱鬧的鄉民 當天下午 清使館終於釋放了孫義仙 所以教科書又黑了英國政府一把 教科書可是寫英國政府迫於輿論壓力 才對清使館施壓 但其實英國政府在報紙刊登前 就把事情搞定了 孫義仙獲釋後 他把握了這機不可思的機會 好好宣傳自己的革命理念 多次向報紙投稿 召開多次記者會與接受訪問大黨知名度 倫敦民眾也對孫義仙優雅、容貌與流利的英文 留下好的印象 並不覺得他是親政府口中的恐怖分子 反而是推翻舊體制的超級英雄革命俠 所以長得帥、有嘴滑舌 也是實力的一種啊 如果只是肥宅 講話要結結巴巴 別說政治了 你做什麼事情都輸在起跑點呢 本期參考資料為孫中山研究的專家 黃宇和博社 孫義仙倫敦猛難真相 從未披露的史詩 這本書其實我大學就看過 當時我朋友的專題報告 就是講倫敦猛難 所以印象蠻深刻的 從舊以來政府的教科書 都是錯誤的觀點 把英國政府說得跟廢物一樣 希望藉由這部影片 稍微幫英國政府洗白一下 下次會繼續講甲午戰爭 而且非常精彩 別忘了訂閱喔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在台北農事試驗場 是以前台灣種族府的旗下一個研究 熱帶地區的一個單位 因為日本那時候是韓代 台灣是熱帶 所以對很多熱帶的東西都不太了解 什麼疾病啊 昆蟲啊 所以設定一個單位 不要少看這地方 這地方是以前是獄人天皇 就是 那時候他的太子 來過這邊參觀 就是走這條廊道 所以這地方曾經是日本天皇 就是昭和天皇 走過來的地方 至於他研究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下次再說吧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